年年有余宠物项圈,勾制教程 大家好,这里是盐宝首作 今天我们来学习这款年年有余的宠物项圈 项圈采用的是五股牛奶棉3.0的勾针 这个小鱼也可以单独作为挂件来使用 项圈是可以调节的 每一个长针之间的针目都可以用来作为扣研 接下来我们一起勾制 我们先勾制绑带部分 首先锁边起针 先在左手上绕线 中指和大拇指捏住线圈 勾针在线的上方绕一圈 绕线带线出来,拉紧线圈 这一针不算则一针 接着勾制锁针 绕线带线出来,这就是一针锁针 这个锁针的帧数取决于自家宠物薄围的大小 这里我大概勾制60个锁针,长度约30厘米左右 大家作为一个参考 勾到锁续长度之后,我们来勾制长针 这里我勾了60个锁针 接着倒回到1,2,3 第三个锁针立山,也就是反过来 背面的这一根凸起 这一个一个的凸起就是锁针的立山 我们在第三个锁针立山上勾制长针 绕线 带线出来 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绕线脱过前两个线圈 再绕线脱过后两个线圈 这就是一针长针 下一个锁针立山 继续勾制长针 再下一个 绑带就是这样一针对应一针勾制长针 我们按照这样的勾制方法 一直勾到最开始的这个锁针针目 大家根据这样的勾制规律 自行勾完这一排 这里勾完最后一个长针之后 锁两针 在第一个锁针针目上 勾制一个引拔针 带线出来 再带线出来 锁一针拉长线圈断线 把线头顺着织物的纹理 长到织物里面剪断 线头处理完之后 我们找到正面 把这个珍珠扣缝到这一头 也就是最后结尾的这一头 取出主体颜色的线 抽出其中的两股 进行缝合 这里我就不演示了 大家自行把这个扣子缝到上面即可 接下来我们勾制小鱼 拿出所需颜色的线 首先环形起针 先在左手上绕线 勾针穿过线圈 带线出来 锁一针 接着在这个线圈中 勾制六个短针 带线出来 勾针上有两个线圈 绕线拖过这两个线圈 这就是一针短针 新手的话需要在第一个短针 针目上做交扣 我们继续勾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勾好之后拉紧线圈 在第一个短针 针目上勾制一个引拔针 锁一针 勾制第二圈 第二圈的加针规律是 隔一针加一针 首先在引拔的这个针目 勾制一个短针 下一个针目 两个短针 再下一个针目 一个短针 下一个针目 两个短针 接着 一个短针 两个短针 勾完之后 一共是九个短针 在第一个针目上 勾制一个引拔针 锁一针 勾制第三圈 第三圈是 隔两针加一针 我们需要错开加针 现在引拔的这个针目 勾制一个短针 下一个针目 两个短针 再下一个针目 一个短针 则四针为一组 我们需要勾制三组 下一个针目 一个短针 两个短针 再一个短针 勾好之后 这一圈是十二个短针 在第一个短针 针目上 勾制一个引拔针 锁一针 勾制第四圈 第四圈 就是不加不减的勾制 十二个短针 大家自行完成 第四圈的勾制 在第一个短针 针目上 勾制一个引拔针 锁一针 勾制第五圈 第五圈的 加针规律是 隔三针 加一针 现在引拔的 这一针 勾制一针短针 下一针 一针短针 再下一个 一针短针 第四个针目上 勾制两个短针 这样五针 为一组 我们需要勾制三组 第五圈勾完之后 一共是十五个短针 在第一个短针 针目上 勾制引拔针 锁一针 勾制第六圈 第六圈和第七圈 全部是 不加不减的 勾制短针 每一圈是 十五个短针 大家按照 这样的勾制方法 勾完第七圈 接下来勾制第八圈 第八圈是 隔三针 减一针 先勾制三个 不加不减的短针 接着我们 勾制引行减针 一个短针 针目有两条线 我们 直条靠近自己的这半针 这一条线 接着下一个短针 针目也是直条 这一根线 单线出来 勾制一个短针 接着再勾制三个 不加不减的短针 下一个勾制 一个紧针 接着再勾制三针 一个紧针 勾完之后是十二个短针 接着在第一个短针 针目上勾制一个引拔针 锁一针 勾制第九圈 第九圈是 两针并一针 一共勾制六个短针 同样采用隐形减针 大家按照这样的勾制方法 把第九圈完成 在第一个短针 针目上勾制一个引拔针 锁一针 勾制第十圈 第十圈是在 每一个短针 针目上勾制一个短针 加针 也就是两个短针 下一个针目 两个短针 第十圈勾完之后 一共是十二个短针 大家按照这样的勾制方法 把第十圈完成 在第一个短针 针目上勾制一个引拔针 锁一针 把这两个相对 对折 这一圈是十二个短针 对折之后 合并为六个短针 先找到第一个短针 针目 也就是引拔的这一个 接着穿过对称的 这个针目 也就是勾针穿过 两个短针针目 代线出来 勾制一个短针 接着下一个针目 以及对称的这个针目 勾制两个长针 勾制音要穿过两个针目 接着下一个针目 以及对称的这个针目 勾制一个短针 再下一个针目 一个短针 下一个针目 两个长针 同样穿过两个短针针目 最后这个针目 勾制一个短针 锁一针 拉长线圈 断线 把这个捏扁 线头顺着织物的纹理 长到织物里面 接下来我们缝 小鱼身上的纹理 拿出所需颜色的线 同样抽出其中的两股线 我们先把中间的这个缠上 可以先打个丝结 这里缠紧一些 多缠几到没有关系 缠到一定程度 然后把这个线头 穿到粗的缝合针里面 从中间这里穿过 这样缝一道 这边也可以 缝两面 也可以只缝一面 也可以缝两面 缝到这里之后 因为这是最后一个纹理了 缝完之后 把线引到小鱼的身上 因为中间是空的 把线引到第四行 一二三四和第五行之间 鱼尾巴这里就缝好了 然后这样斜着 找到下面这个针目 可以穿两面 如果想要一面 也是可以的 这样一个花纹就缝好了 正面我们这样补齐 把线再过渡到中间这里来 这样后边的也缝好了 缝这个花纹的时候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 来进行缝即可 不用特别严格要求 上边缝三个 接着我们来到下边 隔一行 最后这里含茶 这一针穿进去之后 从中间把线长到织物里面 这样剪断即可 接下来拿出这个眼睛 大概是六毫米的直径 用酒精胶 或者是热溶胶 粘到上面 这样小鱼就完成了 如果绣的是单面的 粘一个眼睛即可 如果是两面都有 可以粘两个眼睛 接着拿出这个开口圈 开口圈 上面的这个方向 是这样的 然后把这个虾扣 连接上 如果没有这些的话 可以直接 把这个小鱼 粘到项圈 主体上面即可 接着下面 拿出这种小流苏 挂到上面即可 这样小鱼挂件 我们就勾好了 它也可以单独 作为一个装饰使用 拿出这个项圈主体 把这个小鱼 挂到项圈上面 这样一个小鱼的 丑屋项圈 我们就勾好了